好,大家好,我是迪姨,歡迎收看汽車世界 我們今天來到了 Mazda 的場景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今年在 Mazda 的整個產品陣容來說 並不是非常的多,而且也並不是非常的強烈 但是呢,大家知道嗎? 今年是 Mazda 建廠的第一百週年 所以為了慶祝這一百週年,他們也推出了一個相應的產品 一百週年的限定版的車型 包含了我身旁看到的這一台 軟頂的MX5 以及我右方有一台Mazda 3 還有最右邊的是一台CX30 這三台車分別都推出了一百週年的紀念版 而在MX5 的部分 硬頂以及軟頂都有推出相應的車型 目前紀念版車型在大家看到畫面的時候 確實已經開始接單了 而在建議售價的部分,我把它擺在旁邊 讓大家去了解一下幾款車子 建議售價分別是多少 當然他們都是採用了最高階的車型 所以在配備的部分,我想大家也不用太去擔心 而在整個車型的設計上面呢 由於它有多了一層新的意義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在外觀、在內裝的部分 都有做出一些一百週年專屬的修飾 包含了在葉子版上面 有一百週年的一個名牌 另外在內裝的部分呢,則是可以看到 不論是在皮椅、在整個腳踏墊的設計上面 都使用了一個紅色的顏色 甚至在皮椅的頭枕上面呢 也做出了一個一百週年的專屬的烙印 所以讓它看起來呢,特別的有紀念的意義 另外呢,分別在Mazda 3 以及在 CX 30 上面呢 裡面有使用上一些白色的皮革的裝飾 來裝點出不一樣的氛圍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一百週年的紀念車款 全部都是使用了白色的車色來做呈現 而且我剛剛忘記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 是在於它所有的輪圈的中間的這個蓋子啊 都使用紅色 並且上面有附上一百週年專屬的飾樣 所以如果你喜歡Mazda的話 如果你喜歡我身後這幾台車 不妨去考慮一下這一次一百週年的限定版 雖然說原廠並沒有給出一個實際限定的數量 但是我相信 這一次的限定版其實就是在今年會來做一個生產 產地呢是日本 未來呢會持續的發售多久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目前確定的狀況是 一百週年的限定版在年底 直接呢是可以來做交車的 從現在開始接單 相信大家對於它會有更多的想法 或者說會對它更有更多的期待 那當然我們透過畫面 也可以讓你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另外在MX-5的軟頂車頂上面很特別的是 它擁有一個紅色的車頂頭 所以紅色以及白色 對於一百週年的限定版是非常重要的兩個顏色 而且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手上的這個鑰匙呢 也有佐上了一百週年限定的LOGO 所以如果想入主的話 不妨趁現在快點去展間來跟業務 來做一些洽詢 以免呢很快的這個限定版的車型 也許它有可能就不再生產了 就要找到這個環境內 再找到這個環境內 像小白色的來說 就要找到這個環境內 在哪個環境內 這間公司